哈马斯究竟还能在地球上存活几天 以军高喊扫平加沙城 杀光哈马斯的口号 开始三面包抄对加沙地区发起了地面进攻 以色列这次真的准备要把哈马斯置于死地吗 对此 网友纷纷为哈马斯的存活捏一把汗 而哈马斯则丝毫不慌 霸气喊话以色列 宣称自己已经做好了一切准备 而哈马斯之所以这么自信 是因为他们占据了三大有利因素 注定是以色列打不到哈马斯 那么哈马斯究竟占据了哪三大因素 而八亿冲突又会作何走向呢 咱们接着往下看 今日以色列对哈马斯发起了地面军事行动 本次地面战可以说非比寻常 有两个意想不到 直接使局势愈发严峻 众人纷纷为哈马斯的存活捏一把汗 首先第一个就是以色列的达法独特 他们开辟了新的通道 从不同的方向进入加沙 甚至还从海滩挺进 这个地方无疑是哈马斯防御最薄弱的地方 这种多方位的进攻 无疑会让哈马斯陷入困境 此外为了应对哈马斯的地道战 以色列还可能会采纳一种新型针对性炸弹 被称为海绵炸弹 这种并不是传统的炸弹 类似于两种乳胶状挥发性的液体 将海绵炸弹投掷出去后 两种液体就会混合产生泡沫 然后迅速膨胀并变硬 这种炸弹一旦扔入地道内 便能堵塞通道 进而封堵住哈马斯的隧道 困住隐藏在隧道中的哈马斯人员 此举对哈马斯的打击无疑是致命的 但不可忽视的是 海绵炸弹目前技术还不太成熟 还有很多有待功课的难题 比如它敌友不分 美媒就曾报道过 乙军自己在训练时都曾因为使用不当 而不小心接触到了这些危险材料 最后造成严重后果 所以作为一种化学武器 并不是什么安全的武器 如果使用不当 很可能会造成伤敌一千自损八百的局面 因此推测不到万不得已 乙方应该不会轻易尝试 不过具体消息的真假性 咱们也不得而知 而以色列之所以赶在全球主要国家 都呼吁停火的背景下 依旧我心我素大举进攻加沙地区 最大的原因是背后有美国这棵大树 美国可以说是对以色列进行的 全方位的支持 近期美国向中东地区转移了 大批量的军事资产 包括航母战斗 群防空 导弹战斗机等 甚至派出约50架次战略和战术军用运输机 飞往中东基地 此外 北约多国也展现了前所未有的军事威慑力度 据俄罗斯卫星网报道 美国 荷兰 英国 意大利 德国和法国的军队 已经集结在塞浦路斯 并在克里特岛设立了指挥控制中心 目前 整个地中海东部水域内 已有43艘由航母宙斯盾舰 护卫舰和两栖作战舰艇组成的强大舰队 这个庞大的军事力量 显然不是用来开展和平行动的 而是为了应对可能发生的紧急情况 此举无疑是在震慑相关国家 尤其是伊朗 不让他们对以色列发动大规模军事袭击 以色列此次真的准备要把哈马斯置于死地吗 但其实不然 战场局势本就瞬息万变 咱们都知道战争想要取得胜利 需要占据天时地利人和的优势 而以方仅仅只是占据一个天时的因素 以色列的军事实力哈马斯完全比不上 这一点我们不得不承认 这完全是一场双方实力悬殊的较量 首先以色列拥有世界上先进的军队之一 拥有最先进的装备和技术 可以说是中东地区武装最好的国家之一 其空军包括先进的美国阿三五战斗机 美国制造的爱国者在内的导弹防御系统 以及著名的铁穹系统 另外还有美国的支援 美国军方可以说向以色列提供了大量支持 根据为期十年的协议 华盛顿每年向特拉维夫提供38亿美元的军事援助 直至2028年 而哈马斯方面呢 只是一个拥有轻型武器的民兵政治组织 大约拥有4万名武装分子 他们都挤在加沙地带 训练和资源有限 装备更是不知一体 所以仅从军事实力对比来看 哈马斯的抵抗更像是在一软基石 但是战争从来都不是简单的军事对比 所以说目前也仅仅只是占据了天时这一方面 而地力和人和都没有 首先地力方面 尽管以色列已经做好了充分的准备 但到目前为止 以色列加沙地区的地面进攻 仍然存在着诸多难以攻克的困难 最大的阻碍就是哈马斯的地道 加沙地区的建筑物十分密集 地下还有多条连通起来的密集通道 如今仅用地面轰炸 并不能给这些地道带来实质性的伤害 据说这些地道全长400到500公里 有的深度据说能达到20多层楼那么高 因此并不是咱们理解的那种狭窄的地下过道 完全就是强大的地下防御攻势 并且好多还都是用水泥混凝土胶住的 并且地道的出入口也非常的隐秘 而乙军对这些地道完全不熟悉 而哈马斯则可以在整体力量明显战烈士的情况下 不与以色列军队正面硬拼而是保护自己的有生力量 通过游击战对乙军进行持续袭扰 因此哈马斯的地下隧道无疑是对乙军的最大挑战 所以乙军对加沙的进攻前路仍然漫长 而至于人和方面 以色列更不占优势了 连大都通过了巴以冲突的停火决议 但却直接遭到了以色列的拒绝 乙军仍不管不顾的继续对加沙地带实施空袭和地面打击 还有国际舆论方面 这次的巴以冲突明显可以感受到 无论中东阿拉伯地区还是欧美地区等 国际舆论都是更偏向巴勒斯坦 特别是以色列对加沙地区的医院 还有学校进行大规模的袭击之后 世界各国的人民都非常同情巴勒斯坦的遭遇 再加上以色列对加沙实施了封锁 断水断电断粮 甚至人道主义救援物质都不能进入加沙地区 最后还是联合国秘书长亲自带队 才最终把20辆运载人道主义物资的车队 亲自送往了加沙地带 针对这种种事情 可以说以色列的这种种行为已经引起公愤 很多人都站出来痛提以色列在加沙实施反人道主义的罪行 由此可以看出 哈马斯目前占据地利和人和两大因素 如今的巴以就是在比拼双方的战斗意志 哈马斯已经没有退路 唯有战斗 而以军进攻加沙一旦伤亡过大 内塔尼亚湖政府也将承受国内极大的压力 再加上世界各国都对以色列针对加沙的地面进攻口诛笔伐 也让以色列政府陷入失道者寡注的尴尬境地 尽管目前巴以冲突仍存在很多问题 但我们刻意确定的是 保持冷静克制 尽快推动巴以双方恢复和谈 是防止冲突进一步升级的关键 希望巴以冲突早日结束 实现中东地区的和平稳定 最后祝愿祖国繁荣昌盛越来越好 感谢观看